马上又快到了播种育苗的时节 你是否已经开始准备好各种种子 不知道你是会购买新种 还是会使用自己存放的旧种 因为种子的新旧 也和蔬菜的生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的蔬菜需要新种培育 有的品种则需要旧种才能够发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几种主要蔬菜种子的有效期 主要针对自己想留种的朋友 搞清楚种子的有效期限 才能够把握好最佳的播种时间 白菜的种子一般只保留两年 当年收获的种子当年即可播种 但如果超过两年 它的出苗率每一年都要降低很多 而且抗病率也会逐渐降低 储存时要保存在干燥透气和凉爽的地方 芹菜的种子可存放4到5年 但因为它的种子有休眠期 所以当年节的种子不能够播种 需要存放一年后再播种 使用月薪的芹菜种子 种出来的芹菜微会更浓 青葱的种子也很特别 如果你想在夏天福天里种葱 就必须用当年春天节的种子 若用陈年的旧种 小葱很快就会抽苔节子 而春播的葱就可以用投年生产的种子 它的种子最佳有效期就是一年 蜡椒和青椒的种子 最多存放也不要超过三年 否则它的发芽率就会降低 即使可以成活 蜡椒的产量也不会太高 蜡椒的新种子为金黄色 而陈旧的种子颜色就会暗淡很多 黄瓜的种子最多存放2到3年 超过3年发芽率一般会降低三成 即使可以抽苗 但往往抽苗后黄瓜无针叶 不容易成活 新种子表面光滑饱满 呈白色或者是乳白色 还有淡淡发酵的味道 香菜的种子也有休眠期 所以最好存放一年以后再使用 存放时间也不要超过三年 否则种出来的香菜香味会变淡 韭菜建议大家选用当年的新种子 若存放两年 发芽率会大大的降低 即使出苗也很脆弱 很快就会枯萎 如果要想存放一年以上 最好再零度一下冷冻保存 豆科类蔬菜的种子 存放时间也不要超过三年 在存放期间 如果发现种子上有了黑色 或者是黄色的斑点 就不适合再做种子了 未经发酵的番茄种子 一般只能保值一年 而发酵好的番茄种子 一般可以存放四到五年 也不宜时间再长 否则会降低出牙虑 鉴别新旧种子的方法很简单 新种子上有绒毛 而且有番茄发酵的味道 旧种子外皮绒毛就会比较少 茄子的种子存放时间相对较长 一般在六年以内的种子都可以使用 新种子外皮有明亮的光泽 而旧种子根据存放期限的不同 光泽就会逐渐的降低 此外大多数的蔬菜 比如说胡萝卜 菠菜 西葫芦 甘蓝等 它们种子的有效期 基本上都是三年 越新的种子发芽率也就越高 所以建议大家最好购买当年的新种 发芽率都应该是最高的 如果你是自己留种的话 就一定要标明储存的日期 以逐步淘汰旧的种子 避免因为用了旧种而导致错过了浓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